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已经有跟观众朋友们做了一个背景的介绍 今天跟观众朋友谈一下 他有几个面向还可以再思考 第一个面向就是 一个美国的总统 对于一个乌克兰刚选上的新的总统 在电话中不断的要求他 要去调查他的这个竞选对手 然后要把这个证据要交给他 来去作为打击他 在党内的异己的一个工房的一个工具 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是会让乌克兰的总统 从此以后就瞧不起美国的总统 说你美国的总统川普怎么这么下座 你竞选你就竞选嘛 你怎么会要求我去调查你的竞选对手的儿子 然后提供证据给他 作为他去攻打这个他的竞选对手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是不是川普也有把柄掌握在这个乌克兰的总统的手中 也就是说如果乌克兰的总统 你哪一天要求他做了哪些事 他不同意的话 那他说我公布你这些讯息 或者把它交给另外一个深喉咙 那这样的话对于美国的总统 变成有把柄在外国人手中 要被外国人来勒索或者威胁 这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 不是已经涉及到国家安全 而且会影响到国家利益的问题吗 这是第一个层面 我觉得应该去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要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川普是不是利用他总统的职权 作为打击异己的一个工具 也就是动用的国家机器 因为川普为了要威胁这个乌克兰的总统 要屈从于他的意识 所以他首先先把原来援助给他的 所谓的4亿的美元 那这援助之前是不是已经有这种对价的关系 援助给他的4亿美元把它暂停 然后用这个来威胁对方的总统来做这个事 威胁对方总统来做这个事的时候 然后接着就是说我会派我的私人的 这个就是白宫的律师朱利安尼 然后去跟你接触 然后他会经过几个官员的协助 然后跟你来讨论这个问题 你把获得的资料交给他 还是由他来协助你们一起去调查 调查谁呢 调查拜登的儿子 有没有涉及到这样的一个弊案的问题 但是又另外一个问题来的 拜登的儿子在乌克兰的天然气公司工作 那么担任所谓的顾问或是咨询 他到底工作多少次 那么咨询了一些什么 然后就能够获得巨大的利益 这个有没有利益输送的问题 有没有跟当初在乌克兰 就是发动政变的时候 美国介入了 因为当时美国的国务院 他说我花了十年的光阴 用了四十亿美元 总算去把这个乌克兰亲俄的总统推翻了 发动了一场政变 建立了一个亲西方的傀儡政府 那建立了这个傀儡政府之后 这个总统马上涉及到贪污腐败 然后他的国有的天然气的公司 竟然是美国的副总统的儿子 可以去担任咨询顾问 这样的一个有没有利益输送的问题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腐败的现象 但是问题就在于 你美国总统可以动用国家机器 去打击异己吗 这样的情况又让我想起 当时赖清德在质疑这个蔡英文 当他党内的竞选的时候 赖清德质疑蔡英文说 你动用国家机器去调查我 那这样可以这样做吗 也就是动用的这些安全局的 或是其他的单位 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个单位 然后去曝光赖清德的行踪 所以对赖清德来讲 他感觉到很害怕 也或是感觉到有压力 说他一举一动 好像都是在被监视 被谁监视呢 被国家机器监视 所以他就当场指控 这个蔡英文你不可以动用国家机器 或者是动用网军 而网军是政府养的 我们叫做1450 这样的一个网军 用国家机器打击异己 这对吗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这样做 我们也会联想到 蔡英文有没有这样做呢 那么赖清德为什么要指控你呢 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也引起我们一些反思 第三个面向是什么 第三个面向那就是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可不可以把这个生喉咙 也就是吹哨者的身份把它暴露出来 其实大部分都不以为然 纽约时报它说 有一个美国情报局就是CIA 他本身派到白宫去工作的人 他本身这个人又回到了CIA 然后但是他本身没有参与这个监听的工作 不过是有人听到监听的这个论音带 然后呢把它交给他 然后他整理完了以后再交给 这个他的情报总监当监举人 然后同时也给纽约时报 那纽约时报拿到了这个讯息的时候 可不可以公布呢 因为当他把这个情报 交给情报督察的时候 当这个督察本身拿到这个监举人 的信的时候交给这个情报总监 就是代理的情报总监 但是他也不会告诉代理的情报总监 因为他是总统任命的 是谁检举 因为他保护了监举人的身份 保护了检举人的秘密 因为他要考虑到 检举人的人身安全的问题 所以即使是美国的情报总监 拿到了情报总督察的 这样的一个通报说 总统涉及这个事的时候 情报总监也不知道是谁检举 而纽约时报却知道是谁检举 而他却把这个身份曝露出来 说是CIA派到白宫工作 现在又回到白宫 这随便一清查 就可以查出哪一些人了 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看到 纽约时报到底该不该这样做 大部分的媒体都认为不应该 纽约时报的总编 他认为他们应该要这样做 那他为什么应该要这样做 因为他说这样才能够取信读者 以往报纸媒体的高层 当你掌握到讯息的来源 经过何时确认可靠的时候 你就用你的名誉 用你的职位来担保 所以你就公布这个新闻 我们基本上都会相信 你这个大报本身控制的新闻的来源 应该是可靠的 不会是制造假新闻 但是现在为什么要公布新闻来源 就代表现在的报社的假新闻 或者是被政府操作的所谓的假新闻 被他们怕了 被他们制约了 被他们吓到了 所以你不得不公布这些新闻来源 你一公布以后 谁还敢当吹哨者 谁还敢告诉你 政府腐败的证据 谁还敢告诉你 政府腐败的来源 目前蔡英文政府也好 或者是美国的政府也好 炮制了一个所谓的假消息 要去打压他 难道不就是避免他腐败的新闻 腐败的行为 腐败的动作 被一些知情的人 泄露给媒体 用媒体来监督政府 不让他腐败吗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好的事情 今天你纽约时报这样公布 以后谁还敢告诉你 这些重要的 政府腐败的行为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涉及到新闻伦理的问题 是第三个层面 第四个层面 就是美国社会的撕裂 当这个新闻公布以后 我们看到 百分之五十五的美国人 认为应该弹劾总统 百分之四十五的美国人 认为不应该弹劾总统 而这百分之五十五里面 有九成 是民主党的 百分之四十五认为 不需要弹劾的 有七成以上 是共和党的 这个代表什么呢 代表美国的社会 已经失裂了 也就是 因为他是民主党 所以要弹劾总统 因为他是共和党 所以对于总统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不需要弹劾 美国的社会失裂了 更遗憾的地方是在哪里 百分之八十三以上的美国人 认为我一点都不惊讶 为什么一个美国的总统 用国家的资源 国家的机器 然后甚至很有可能 自己的把柄 会被另外一个国家的元首 所掌握的时候 而美国百分之八十三以上的 民众认为不惊讶 那就是因为 他们所民主制度 所选出来的总统 道德上 言行上 他的人格上 他是不是已经不断的说谎 他什么事都敢做 做到美国人本身 都一点都不惊讶了 反正这个总统 什么都敢做 但是问题是 既然什么都敢做 我们还看到 有四十五的人认为 没有关系 因为他是共和党的 我就挺他 百分之五十五的人 认为我就应该弹劾他 只是因为他是民主党 党派恶斗到这个程度 社会撕裂到这个程度 美国这个民主社会 也已经被 这个党派 已经都撕裂了 社会也被撕裂了 所以我觉得 一个通污门的一个事件 告诉我们 好几个面向可以看 至少 我归纳出来 有四个面向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来月圈 我在五次觉醒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